盆栎 杜华 你拆散老子跟姬侯 害得他流落凡间受尽委屈 而今他伤心过度 与老子不醋而别 都是因为你 老子今天要和你好好算算账 老子不信你不来 我这是在哪儿啊 我为何在这儿啊 不对啊 我昨夜明明已经逃了出来 怎么现在我又出现在这儿啊 难不成后来又被抓了回去 可是我没有这方面的记忆啊 该不会是 我睡着了 所以后来的一切皆是我在发梦 原来我在梦中都在思索着该如何逃出去 而且还梦得那么详细 今晚我就按照梦里的再实施一次就好 这梦是真的该多好 也替我省了不少事 你终于来了 好你个冰块也 磨磨蹭蹭 累得老子在此候你多日 赶快晾出兵器 跟老子速战速决 老子今天不把你打得满地爪牙 一雪前耻 老子的名字兜过来写 这就是魔族机军之一的烟尺物 号称是魔族中的莽夫粗人 难道魔族的粗人都是细皮嫩肉的小白脸吗 请 请你个奶奶 来 少说废话 赶快同老子通过来打一场 看到没 这是老子新进研究的眼魔阵法 乃是炼化了七千凡界生灵而成 虽说都是恶劣 但也费了老子不少心血 你若是敢伤他们一分 就是涌绝了他们六道缘起 改邪归正的后路 你们神族自取良善之辈 老子倒要看看 你怎么破老子的眼魔阵法 破了 老子炼化这七千恶灵 虽说围了天道注定要受惩罚 那也应该是老天批出的天雷责罚 你们当神仙呢 不是该竭尽所能度他们一度吗 今日你的剑沾上他们的血 只会背负上弑杀的恶名 您下手倒是干净利落 难道不怕有一天 老天爷责罚你弑杀之罪 弑杀之罪 弑杀之罪 本军十来万年胃力战事 你便忘了 从前本军执掌六界生死 是怎样的风格 你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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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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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在里面 别出来 你后面 别块脸 瞧不起老子是不是 打架还带着家眷 爹君 小心 爹君 小心 小妹 啊 啊 啊 都怪你这个烟迟物 要不是你找帝君打架 我怎么会被吹到这个鬼地方 纵然帝君如此耍弄弩 可他也很有意气地将天罡照让给我 护我平安 那之前种种我就不计较了 可我这些周密的心思 帝君他如何知晓呢 帝君他前一刻还有些 急急地唤我小白 怎么后一刻我坠牙时 连个人影都没瞧着 小白 帝君唤我小白 好喜欢这样的教法 摄身处地地想一想啊 如果我是帝君 我拿天罡照保护了别人 这个人非但不帮我挡刀 还眼瞅着被我的仇人拉住 手牵手一起滚下去 我岂止不相营救那么简单 还要补两刀出气 补两刀出气 补两刀出 冰块脸真是个摔鬼 跟他打架准备好事 居然遇上地处浮雨山巅的 范银谷开鼓 给摔到范银谷的峭壁上了 范银谷是哪里啊 你是冰块脸的相好 咱子连这点见识都没有 你没听说过比翼鸟族 比翼鸟 是比翼鸟顿居的范银谷 正是 一夹子只开一回一回 只开一条风一条风 还就那么一小点的范银谷 你说你早不扑晚不扑 非要在范银谷开鼓的时候扑进来 脚下歪风 东吹不着西吹不着的 偏偏这个时候把我们直直都吹进来 还有那个时风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刚好跟我们两个人并列着进来 你说你到底什么运气啊 你说什么 你以为老子 怎么这么疼啊 该不会是 你方在趁老子昏睡的时候 对老子全打脚踢了吧 怎么可能啊 我们青秋的人做得端行的证 绝对不会干这种事的 小燕 你想多了 哦 哦 哦 哎 你若再喊老子小燕 小心老子把你的舌头割下来下酒 哼 那你有喊你什么 嗯 凡间的人怎么称呼那些虎辈熊妖的伟男子 你就怎么称呼老子 嗯 小燕壮士 嗯 小燕壮士 哦 哎 哎 这个还凑话 哈哈哈 嗯 小燕壮士 你为何屡屡要找帝君决战 为何屡屡看帝君不顺眼啊 老子身为轻之魔君 当然要保护好自己心爱的女人 话说 四海八荒都传闻那东华是个无欲无求的神仙 但老子却知道 他有个真心喜欢的人 你想不想知道是谁 季衡 你怎么知道 他爷爷的还真是季衡 谁说帝君就一定喜欢季衡 季衡 冰清玉洁 绘质兰心 沉鱼落雁 碧月修花 美不胜收 一个男人 若是对着姬衡这样的美人还不动心 他就不配成为一个男人 那是因为你喜欢姬衡 所以你才觉得他好 话说 你是冰块里的香好 怎都会不知道他真心喜欢谁啊 你叫什么 老子怎能看你有些眼熟 你是不是太成功的先啊 我跟太成功绝对没有任何关系 我是青秋白凤九 白凤九 俗气 这世界上只有集痕才是最好的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